知识节 岁月把故事 讲述给秋叶 展大哥 看公主的意思 你之前一直都对她很好啊 小七 我和公主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公主小的时候 总是找借口出来找我玩 还开玩笑说要嫁给我 我闭门不见 蜿蜒谢绝 她就自己伪造了一个玉玺 还擅自做了一张婚帖盖了上去 这就是所谓的订婚 她这帮胡闹啊 你也觉得胡闹对不对 小孩之举做不得数的 现在公主也找着了 你也可以贯父原职了 想想那几日 我自己一个人寻接 孤孤单单地吃饭 我自己都心疼我自己 好了 小七乖 原来 明天你寻接的时候 我去看你好不好 小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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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你干嘛干啥事啊 小玉 小七 小玉 小玉 这儿就晕倒了 还是捕快呢 怎么这么不惊心啊 公主你 你 莫姑娘身体本来就淡薄 受了惊吓 所以歇风入体 有点发烧 那 王朝 去按上次的方子抓两副药 给莫补快吃 好 我这这去 吃完药就不碍事了 公主先生 我送你 公主先生 我送你 先生 有话直说便是 斩获呀 莫姑娘的脉象越发愚蠢 邪于玉礼 阳气不畅 相比初来开封府的时候 病情确实重了不少 这 要紧吗 她的病情 确实不太乐观 而且日后只会越来越重 甚至会危及性命 若想根治此病 必须解掉她身上的尸毒 这尸毒该如何治愈 若想治愈此病 便需其真 其也坏化 而中原之内 只有易主 在哪儿 皇宫之内 对了 公主那边怎么样 已经安排妥当 圣上应该是觉得对不起她 可以让她在外游玩几日 但务必毫发无损地带回 我正要跟包大人汇报 告辞了 好 蓝山月 心已楼旋 呼宁 每一时宁某蝶无偏借 你的笑 盛开了 宿愿 我厌恋 雨绵延 为风扬 渲染心之間 願那彼此 彼身體貼 來成全 如果你愛著 就不要愛過 無離別 就算不夜天 千里路再遠 咫尺間 歲月把故事 將書給秋葉 一如從前 深情 融化 胸口的錢 塵滿甘願